从阿拉斯加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午夜梦回中还忙着去拍美景 平时脑海都是船上船下的美好时光 12天的旅途要用无数个12天去回味去感受 可能是旅游的最大收获吧 我们乘坐的阿拉斯加黄冠号公主游轮之旅 是12天11晚的行程 停靠6个港口 还有一天在海上按哈勃的冰川 海上游的时间是3天 这辆船最大的亮点是哈勃的冰川 是该位淘金之物的小火车 也是不可或缺的项目 不同小镇的风土人情 还有鲜美的雪蟹黄帝蟹 也让这个行程开心不少 再加上配得起远方这一名号的阿拉斯加 让整个旅途颇具吸引力 上船才知道 乘客中除了加拿大美国人 还有不少人来自欧洲、澳洲、新西兰等世界各地 身处温哥华的人 没有好好享受这一行程 这有点说不过去 8年前开车去北极时 特意绕到阿拉斯加 领域了这片土地的壮美辽阔 这次坐游轮完全是休息 以为不会有什么期待 想不到随着日期的临近 那份兴奋却一点也不减 甚至数日子到几时 一丝不苟地坐登船前的准备 出发前两个月订了船票 下载了游轮的APP 输入姓名发表号 就有属于自己的档案了 为了浏览方便 APP照顾了不同语言的人群 语言项中还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需要填写护照号、信用卡号等个人信息 可以在上面预定观金、观三文鱼、观熊、乘坐小火车等按上活动 还有船上的主餐厅 最好在上船前完成预定 好不容易盼到登船日子 出了准备的行李 一定要带上的就是护照了 我们在APP上预定的登船时间是早上11点 按照提前一小时到达的原则 9点30拉着行李上了天车 就像平常去Downtown一样 这样的出行不必麻烦人接送 真是太方便了 到了Canada Place 门外有工作人员指引 走进大厅 沿着左边通道往前走 就是登船口了 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 经常走过这里 却不知道它是上船的通道 这一天上船下船同时进行 场面有些混乱 再加上有几艘船同时运作 一定要看清标志 可别上出船了 我们来得早 排队的人并不多 听说人多时要等两三个小时呢 等了十多分钟就轮到我们 地上护照告知房间号 工作人员查到相关资料 派发智能ID卡 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 有了这个智能ID卡 进出房间上下船 船上消费 第一声全部搞定 如果事先没有在APP上填写信息 这时候就麻烦了 一定要在一旁完成 才能派发智能ID卡 到时会又急又忙 拿到ID智能卡 就到美国海关办理入关手续 全程机器操作 还有中文选项 依照指引就行了 记得拿着打印出来的凭证 交给守在门外的海关官员 就算过关了 接着就是安检 都是简单快速 跟着人流来到大厅 可能是时间尚早 还小坐了一会儿 起身就准备上船了 虽然坐过游轮 也去过阿拉斯加 看到船的那一刻 还是莫名的兴奋 上船前就有人吆喝拍照了 这样的拍照 船上船下都有 拍照是免费的 需要照片或者下载原件时才收费 就这样登船了 随后还要安检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以个人经验看 早一点登船 相对人少一些 也可以有更多时间 熟悉船上设施 毕竟这已经算是 游轮的第一天了 打算登船后 出来拍摄大船 原来上船时 已经过了海关 入境了美国 就不准再下船了 最激动的 当然是进到房间了 刚开始 我们还很认真地 将ID卡放在上面 其实在一定范围内 他就感应到了 锁自动打开 迫不及待地先进了门 才想起拍视频 少了一点现场感 本来就是看房间嘛 来吧 通过过道 一眼就能望着阳台 门边这个储物间特大 上面能挂所有的衣服 下面能放行李箱 这个小柜最好用 除了保险箱 下面的小格 能放不同的用品 卫生间不大 麻雀虽小 倒也五脏俱全 够了 挺满意的 配有洗手液 乳液 洗发水 沐浴液 牙刷牙膏 一定要自带哟 最满意的是这张床 KING SIZE的 KING SIZE的 足够大了 两个床头柜 还有四个抽屉 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可多了 再加上市面的镜子 明显增大的空间感 没有一点逼触感 还有一张书桌 这里还有一个小吧台 里面是冰箱 基本没用上 吧台上面是电视机 如果房间有一张沙发就好了 阳台也不小 方方正正的 两张椅子一个茶几 只占了阳台三分之二 空间不小 对这个阳台相当满意 站着阳台平视着五分 才发现它的红道 地标的名号真不是吹的 开始还未住上篇house洋洋得意 离地面太远 看到的人太小 还是低层的好 反正都是无遮挡的 这可是拉近放到后看到的 实际上看到地面上的人 就这么小呢 安顿下来就四处走走 自助餐厅已经营业 到堂有人看演出 健身房开始有人运动 连画廊也准备着第二天的拍卖 早一点上船 就能更早地享受船上生活 不是有特别紧要的事情 千万别等到最后一刻才上船 祝阳台房最幸福的时刻 是看着大船慢慢离开马楼 前方刚好是驾驶室 清晰地看着驾驶员的一举一动 特别新鲜好奇 虽然身居温哥华 这样的海上景色也是难得一见 最激动人心的 当然是穿过斯门桥了 经常开车走过这座桥 从桥下走过的机会可不多 这一刻基本是屏着呼吸掠过的 好像见证了什么高光时刻 可别说还真有高光啊 这一天太热 四点钟开船后 赶紧找点东西吃 安静地坐下来 基本没什么心情拍片 下期我们再说上船后 一定要做得是吧 下期我们再说上船后 一定要做得是吧 下期我们再说上船后一定要做得是吧